為了大家選手來加油 那包含了藝人小兒子 他也十分熱血嘛 所以也是不斷的PO文啊 不斷的發動態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先前因為他對台灣的選手加油 但是當中運動用到了國手這一次 就被大陸網友來出征 導致他的代言紛紛的就是被波及要解約 所以在幾天之後 他在他的微博發聲 他說我不是台獨疫情期間 請大家保護好自己跟家人 祝健康平安 那接下來呢 可以看到國台灣旗下的中國台灣網 也在微博發文 他認為說這個綠媒跟網軍 對兩岸選手正常的一個競技 進行了惡意的扭曲 他說小S到底是不是台獨呢 答案是否定的 小S本人也透過了微博來澄清 同時呢 他就說表示自己並非台獨 算是給這場風波 暫時畫了一道休止符 也表示說小S現在呢 是個工作人物嘛 也成為民進黨當局兩岸陰謀的受害者之一 認為說這個大部分的網友 有這個亂扣帽子 加上因為民進黨煽風點火 所以才會變成一個這麼對立的狀況 我花30秒還他清白啦 在2004年的時候 說連宋佩那一次 那一次不是吳淑貞講了一句話 那民進黨的候選人叫做 現任的總統叫陳水扁 他說國民黨小貓兩三隻還記得吧 對 哇大家就瘋了 我跟你講一兩百萬人上各個街頭 寺廟辦公室走 那一次啊我也在走 我看到誰你知道嗎 拿國旗 所以那個人絕對不是台獨 國民黨是愛中華民國反台獨的 那個人叫小S 在國務監管前面走 所以我可以幫他證明 我是目擊證人證明他是反台獨的 大宣委員 而且我要提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我認為 小S是非常無辜的犧牲者 而且如果各位仔細注意一下 這一波的攻擊 他其實不只針對小S 蔡依林 包含張惠妹的製作人陳正川 包含今天我們看到的魏如軒 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一波的攻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就完全是雞蛋裡挑骨頭 你看到這些人的po文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 小S講國所到底講錯了什麼 過去所有的po文都是如此 為什麼這一次被單單的挑出來 所以當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不由得 心中一驚 我就想到了過去幾個案例 大家想想看2016年 國民黨大敗是因為周子瑜事件 周子瑜事件的操作 導致到了台灣的年輕人的入伙 說要幫周子瑜出口氣 所以教訓國民黨 一點都不干國民黨的事情 忽然之間就變成如此 接下來到2019年的假 打韓粉事件 一大堆人反串韓粉 開始在網路上出真別人 開始抹黑 讓韓粉的形象 急速的跌下來 然後間接的影響到了 韓國瑜的形象 造成了2020大選的敗選 接下來 我們今年才剛剛發生 在PTT的反串事件 這幾個事件 各位不覺得都很雷同嗎 它就是反串 就是帶風向 它不是正面的攻擊 它是用反串的方式來 來引起另外一波的政治效應 所以我強烈的懷疑 中國大陸這一次網友的攻擊 究竟是因為插槍走火 還是有其他的勢力在背後刻意操作 我相信國台辦 或者是中共其他的單位 他們也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們才會用國台辦 甚至中央軍委會 這麼高的規格來做澄清 因為他們也發現這個中間 可能有一些玄機 因為畢竟我剛才講的這四個人 他們並沒有犯太大的錯耶 他們的發言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國台辦直接幫小S背書了 說他的發言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還會有大陸網友 做這樣的操作 如果各位看過 美國最近出的那幾本書 講到劍橋分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過程的操作 就跟劍橋分析非常類似 這就是過去外國勢力 操控第三世界國家選舉 最慣用的方式 尤其是在網路世代裡頭 利用反串利用帶風向 來造成更大一波的政治效應 那麼這一次小S的世界 誰得到最大的好處 民進黨啊 民進黨本來在台灣的 疫情滋滅的情況之下 已經重創了 台灣的年輕人 對民進黨簡直是氣得要死了 可是忽然之間 因為小S這件事情 讓台灣的年輕人 再度的仇中跟反中 反而讓民進黨得到 另外一次喘息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小S這一次 他是最無辜的一個犧牲者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